鱼友们咱们今天讲一下鱼缸PH值的控制 很多鱼友们说使用蚝壳珊瑚沙来调节酸碱舵舵 来把这个PH值控制在7.0到8.0之间 但是长期使用的话这个水还是会跌酸 那么唯一的好处是不会过度的跌酸 另外咱们每个城市的水的硬度不同 所以说咱们放多放少都是要控制的 还有鱼友说用植物植物水稻来控制水 因为植物的话可以吸收水里粪便 鱼池的残渣还有氨变废为宝 从而使消化作用产生的硝酸和亚硝酸盐减少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植物腐烂的根系叶片 会短时间的制造大量的亚硝酸盐 使水PH值变化过快 之前也听过有的鱼友 通过头放小苏达的方式来调节这个PH值 我觉得这个也是暂时的 不能长期的使用 其实我觉得来调节这个酸碱度 PH值以下三种方法就足够了 第一就是坚持暴氧 通过这个水体流动 带出水中的有害物质 以及这个二氧化碳 第二离不开的是换水 因为自来水的话是碱性的 用水呢 吸释水中的酸度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很有效的避免这个鱼出问题 养好鱼呢 就是勤换水就足够了 第三呢 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植物 植物水稻也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呢 要经常维护这个腐烂的根系叶片等等 像咱们以上这些知识呢 足够可以证明这个水对于这个鱼的话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在这种水里也没有 如果不再来 并且就没有人家 是便宜的 我们再来